我自己也挑了一個很可愛的上衣 這個其實是可以當外套 對,它其實比較像是小外套 然後我們也知道 我們都很愛這種外套 就像你剛穿來的那種 就是我們家的 就是可以當上衣穿 然後又可以當外套穿的那種珍珠衫 我來看一下那個 然後我喜歡它是因為它有帽子 就是有帽子的話看起來就會更可愛一點 它是連帽牌扣珍珠外套 然後現在小白是要穿的是米杏色 然後另外還有中色 如果打開就穿這樣 然後還有黑色的 那我覺得它比較貼心的是它不只連帽 它這邊還有做抽繩 就是你可以把整個臉拉包起來 拉整個臉包起來 對,它是可以這樣子 它的帽子是可以這樣抽繩的 帽子也做蠻大的 好可愛的小精靈喔 然後它的領子 它的領子就是有這樣子自然的V領 所以穿起來會露鎖過 對 那我覺得單穿上衣的話 就也蠻血瘦的 因為它不會很包領子這樣子 對 那它的材質很好 是 它穿起來超柔軟的 對,它是有柔軟的 很有彈性的 然後是有點分量的針織 那它的針織是沒有混羊毛的 所以是蠻輕膚的 不會刺很柔軟 所以如果是敏感肌膚 怕羊毛採取的話 這件是可以的 可以戴喔 我們等一下再把上衣拉出來給大家看 好 然後它是有點那種 洛肩式的袖子 就肩線在左邊 我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現在把它夾進去 那拉出來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它不會到 它不是那種很長的 欸你直接拉OK 其他換就可以了 我覺得它的長度蠻剛好的 就是太長的話比較沒有精神 然後另外我還很喜歡它一個點 就是它的袖子 長度 可以包你的手收 可以 可以把手收包起來 可以帶走 可以可以 這裝可愛 騎車 我是講到騎車的時候 欸你會騎車喔 我會騎車 這如果騎車手冷的話就可以這樣子 很棒 非常優秀 然後裙子我們搭的是 鴨褶大方格毛泥短裙 然後小白身上穿的是咖啡色的格紋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是藍色 那它的材質是有混羊毛的毛分比例 我好像沒有寫到欸 可能要再問一下廠商 它是有混羊毛的材質 然後是這樣 毛泥的有分量 然後裡面是有粒的 所以我覺得它也不會死 雖然有羊毛 因為我覺得沒有 不會碰到欸 昨天Debbie說 因為Debbie懷孕了嘛 然後他覺得他肚肚的那個 肚子這邊 比較敏感 然後他覺得他這個地方有一點痒痒的 那如果你是真的很怕毛料的 那這一件的話 你可能就要紮衣衡穿 因為可能這個地方接觸的部分 那一般肌膚的話 像小白或是我 就是粗皮夫人 對我們穿起來就是沒有感覺 感覺 我想說應該是因為有內離 所以就是完全不會覺得是羊毛 然後這邊是有做這樣子翻摺的手機 所以它看起來有一點像白摺裙 但又不是 然後後面是有做拉鍊的 小A字裙的感覺 可是我這樣穿起來很可愛 對啊這件好可愛 可是我覺得這個外套就是 你不要說嗎 但只有玩笑 因為我覺得當上衣跟當外套都很OK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長度不會到太長 而且主要是因為材質很舒服 就是你直接當穿當上衣也不會刺癢的那種